佛跳墙 这是闽菜中居首位的传统名菜 距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877年 名厨郑春发发明这道菜以后 来店品尝的秀才们大家赞赏 做这道菜选料有水发鱼翅300克 瘦猪腿肉200克 猪蹄一只 猪肚200克 猪大牌200克 鸭针100克 鸡一只 干贝50克 水发鲍鱼100克 鸽子蛋200克 水发蹄筋300克 鸭子一只 水发海参300克 水发鱼翅300克 水发鱼肚200克 水发香菇100克 姜75克 桂皮香叶适量 金盐10克 加饭酒1000克 酱油50克 冰糖20克 奶汤500克 味精10克 八角草果少许 做这道菜 首先将猪蹄 斩成方块 鸡 斩成正方形块 鸭子 斩成方形块 再将吊汤用的猪大牌 斩成方块 猪肚切成长方形块 鱼肚也切成长方形块 鸭针切成两半 刻上石子花刀 将所有的原料下锅 用水抄一下 捞出后空净水分 装入器皿内 鸭针切成长方形块 炒下油 放入生姜香料 略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已经焯好的部分原料 进行煸炒 煸炒 煸炒过后 烹入加饭酒 放盐味精 放盐味精 白糖 进行调味精 放酱油 炒 煸炒 蜡煸炒 石子花徽炒 然后加入高汤 在大火上煮开 之后装入坛子中 将荷叶盖上 然后盖上盖上火 同时将另一部分原料 下入锅中焯水 焯水后将原料捞出 沥净水分 锅内加入高汤 将原料倒入 放味精 酱油 和加饭酒 再和上微制 微制好以后装入容器中 将海参下入水中 烹入加饭酒 去除腥味 然后捞出 将水沥净 炒锅内放底油 将海参放入油锅中过油 倒入漏勺 倒入漏勺内将油控制 然后加入高汤 将海参微好 盛入容器内 再将各种原料 放入小罐中 调酒 做这道菜的关键 在碳里放入各种原料以后 一定要用小火为制 否则达不到效果 最后把煨好的原汤 倒入锅内 进行调味 调好味以后 浇入各小坛中 盖上盖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 味美醇香 营养丰富 持名中外 这道菜就做好了